这个是画的前景 中景 现在画后面圆扇 我们调一个中等木色 这个后面的圆扇呢 它几乎是中等木色 木色变化不要很大 比干一点 侧风 先画这个 山前面的圆扇 这个山 这里先画一小山 这个不要跟它 下面三分钟画得很整齐 这个稍稍画一下 这木色比它要淡一些 趁一样边 中文字幕和国字幕和声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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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画得很具体 只是因为是后面的伞 小舌头 大一点的舌头 这都是中等模式 干干的笔 擦一擦 淡淡的比沾水 擦一擦 干干的擦一擦 沾水然后用纸擦一下 然后再擦 这样这个墨色又干又淡 这样跟前后者的层次就拉开了 这笔先沾点点水 把这个墨调一调 这样更淡一点 加一根淡一点 把河门晒 比河门晒 比沾水 比沾水 擦一擦 轻轻轻的 轻轻的往下 擦了 现在摩射就是淡的 一擦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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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然木设它 最后它有调整 现在只能把整个的山形 这个是科美的山 我们再继续 这边延伸一点 这边留得多块 你看这个山都是 高高级级高级起伏 各不同 这边远山可以画的简 简单一点 淡淡的 是 收到 平成 都不想 都不想 这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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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还用这个画一些 用颜色画一些原删 这个就是整部墨色的删就已经画完了 我们看一下整体效果 这是墨色的删 你看这个线比较平 这个比较平 就是我们用一点点淡漠 把它稍稍插到不平整 不是这个平线上的 淡漠干笔 稍稍插一插 就是这样就插出来 就插到山后面 这样就这个就有起过感觉了 就不能继续继续继续 它这个又乘一个平线 这里可以插下来 插的时候有很多空 空白 很多空白 墨色也是不均匀的 可以看见 墨色是不均匀的 一定要有这个不均匀的感觉 这里也插 稍稍插一插 这个是淡漠干笔 这个是淡漠干笔 这上面还加小数 再把这里 淡漠干笔 把这里也插一插 这个是淡漠干笔的话 没有任何人也插一插 这个是淡漠干笔的 这个是淡漠干笔的 这样的特别是淡漠干笔的 这个是淡漠干笔的 加点水,不要平,下来。 这都是淡漠,尽量干一点的比较。 这都是淡漠。 这都是淡漠的拆彩。 淡漠的拆彩。 淡漠的拆彩。 看一下。 淡漠的拆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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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这一位耶稣 下面都是画小树 画一个点叶树 加叶树 调一个中等模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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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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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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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